第八百五十集 脚步声越来越近 白赫冉听着外头说话 那个小妾的声音特别熟悉 熟悉到似乎那人 就是一直生活在自己身边的 可是她从未来过蓝城 如何会对一个蓝城女子的声音熟悉 不对 不是蓝城女子 她想挤在船上时就听人说过 卫府的小妾是中原长相 蓝城这边因为接近戈部 所以人的长相多多少少 会有点跟中原不太相同 比如说 这边的人鼻梁普遍会比中原人高 眼窝也会陷得更深一些 卫府小妾有人看到过 一眼就能分辨出是哪里人 白赫冉心思一动 一个久违的人突然闯进了脑子里 就在这时 房门开了 一个一身黑裙的女子 身姿恶娜地走了进来 带着一种沁人心扉的芳香气息 那张美丽的脸庞才一出现 白赫冉跟墨宇同时就对视了一眼 他们都认出来了 白金红果真是白金红 怪不得她觉得声音熟悉 原来竟是故人 白赫冉不懂声色 却也十分纳闷 白金红被林寒生 从东秦皇宫里救了出来 据说是送到了戈部 可是她为何又出现在蓝城 还尾身于一个岁数 跟白星炎差不多的魏景通 她白思不紧 目光再次落到了白金红身上 白金红与从前大不相同 除了熟悉的声音和熟悉的长相外 她的衣着打扮 神态举止 竟是让白赫冉想起了 当初在东秦皇宫门口 看到的梭话碗 不同的是 白金红身边没有跟着一位国君 只是区区一个蓝城之府 白金红的出现 让白赫冉有些惊讶 这出乎她的意料之外 但再想想 似乎又在情理之中 白金红被救到戈部 那么就相当于 欠了戈部一个人情 如果戈部国君要求 她以这种方式回到东秦 扰乱边境州府 刮脸蓝城钱财 那么这件事情就说得通了 只是骄傲如白金红 从小被当作未来的皇后 培养着的女子 如今竟落得与四十好几的 卫景同须与卫仪 不知她作何感想 老爷叫妾身来 是有何事 白金红开口说话了 声音婉转娇美 眉目流转 人走向卫景同时 腰身轻扭 如睡蛇一般 今日妾身胃口不好 早饭也没用 午饭也不太想吃 许是府里人少 看来看去总是那几张熟面孔 无聊得紧 不如老爷设宴一场 都要些人到府里来热闹热闹 气身这胃口兴许就好了 白赫然一直盯着她看 就见着白金红说话间 已经走到了卫景同跟前 也不动手 只是看着卫景同笑 她本就生得极美 这一笑更美 美得勾魂射破 但更多的 却是危险 就好像随时随刻 都会有一条毒蛇 从她的笑容里 钻出来一般 见人就咬 见血丰厚 人人都说 蓝城之府为讨小妾欢心 不停地设宴 每次设宴的理由 都十分随意 小妾心情好了 要宴请 心情不好 还要宴请 她起初以为 这是人们夸大其次 眼下看来 却并非夸大 魏景同在白金红 这样的笑容下 逐渐迷茫了 目光都开始涣散 墨宇拉了 魏老夫人一把 二人带着小天 往后退了几步 白赫然和冬天 雪则伴在她左右 所有人都紧紧盯着 魏景同的眼睛 同时也盯着化名为 玉谷的白金红 可是白金红 什么都没有做 一个手指头 都没沾魏景同一下 魏景同的神智 从清醒到涣散 最后突然一下子 整颗人一震 随即换了一种状态 这是沾上 白赫然气血之前的状态 没有笑容 也没有痛苦的表情 有的只是 对白金红的深深迷恋 和对屋子里 这些人的明显的厌恶 唉 老神就知道是这样 魏老夫人叹了口气 对墨语说 都白费了 她只要一看到 这个妖女就又变了 不再当我们是亲人 眼里心里 就只有这个妖女 果然如她所说 魏景同此刻 就只记得自己的爱妾 说没有胃口 嫌府里太冷清 她握了白金红的手 认真地说 玉谷啊 你若是觉得孤单 那本府就为你半宴 这人多了就热闹了 你也就不会孤单了 哎呀 你看你这么瘦 不可以没有胃口啊 那样会更瘦的 我会心疼的 白金红 妩媚一笑 满了魏景同的胳膊 多谢老爷挂怀 魏景同如处珍宝一样 扶了扶她的脸蛋 然后扭头看了墨语一眼 皱着眉倒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不是让你在自己院里 老实地待着吗 小天怎么也在 真是胡闹 不等墨语说话 老夫人立即抢着道 是老神叫他们过来的 你有什么埋怨冲着老神来 老神就是要把女儿和外孙 都留在身边 你若看不习惯 便杀了我 魏景同神色 又有那么一瞬恍惚 像是在挣扎 最后还是恢复了瓶颈 既然母亲坚持 本府也不能说什么 你是我的母亲 我敬你 但是也请母亲 不要太过分了 不要干涉本府的家事 否则 本府兴许哪一天脾气不好 就顾不得这母子情分了 老夫人气得直哆嗦 但既然已知自己的儿子 是被人以某种手段控制 这火气就也不好都发在儿子身上 于是他冲着白金红发难 妖精 你最好给我老实一点 白金红望卫景同身后躲 一副表情出出可怜 这话让卫景同很是受用 于是伸开手臂将人紧紧揽住 同时承诺 放心 没有人敢杀你 老夫人也不行 不管是在这府上 还是在这市上 玉谷 我都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 为了你 我敢去拼命 咱们一定会白头到老 谁也不离开谁 老夫人狠狠跺脚 我卫家孙辈无男儿 你入府日子也不短了 日日霸着你家老爷 可为何还不能为卫家开支三业 你那肚子是什么做的 就算生不出儿子 好歹女儿也是个姓卫的 可你只顾饮酒作乐 举杯燕饮 何时想过身为人妇的正经事 老夫人开始从这个角度 数落白金红 同时也试着提醒魏景彤 你宠着她我不管 但也要多想想子嗣的事情 谁知魏景彤根本无所顾忌 她告诉老夫人 哎 玉谷生不生孩子都是我的夫人 只要她陪在我的身边 我就是一生无子也无所谓啊 只要玉谷开心 就比什么都强 老夫人不再说话了 其他人也不知事 墨语反正只是要争取一个自由的权利就行 只要不再把她关回那个小院子 又派人严加看管 就是胜利 今日取得了这样的胜利 回头就可以谋划下如何在这府里行走 如何探听关于九皇子的消息 只是白金红的出现的确是个意外 冬天雪不时的白金红 但墨语跟白赫然可太熟悉了 失踪了那么久的人突然出现在蓝城 只怕又是一场不小的风波 胳膊的手已经伸到蓝城了吗 魏景彤带着白金红走了 虽然没什么好态度 但也没再提把墨语关起来的事 只是白金红在临走之前看了一眼刘小天 还看得直摇头 墨语将小天又往怀里搂了搂 白金红的目光就转落到墨语那处 见他看过来 墨语还是有点紧张的 毕竟是故事 谁知道那白金红的目光 有没有犀利到看穿他的意容 一旦被看穿 怕是他们三人要用闯的 才能出得了魏府大门了 好在白金红只是看了他一会儿 并没有将他认出 也没有再提要小天跟他走的话 他只是挽着魏景彤的手臂 一步步出门 同时还重重地叹了一声 唉 该来的没有来 不该来的却是来了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 真是叫人失望 魏景彤问了他一句为什么失望 白金红没说什么 只是含糊道 切身说着玩的 也不怎么的 白赫然从白金红看向魏景彤的眼神中 看到了深深的厌恶 也看出了一丝无可奈何 他不知道这样的目光 为何会出现在白金红眼里 只隐隐觉得 事情似乎没有表面上 看起来那么简单 白金红来到蓝城 似乎是被迫的 墨宇在老夫人院子里安顿下来 连带着白赫然跟冬天雪也随时在左右 小天先前受了不小的惊吓 一直抓着墨宇不肯放手 墨宇无奈 只能牵着他不停劝慰 老夫人院子里伺候的奴婢不多 里里外外就两三个人操持着 有时候 这个丫鬟忙着去沏茶 老夫人又想吃点心 就没有人使唤 外头的丫鬟忙着扫院子 老夫人若想叫人把屋里石头石头 就得再等等 于是 白赫然主动表示 愿意分担这院子里的杂事 老夫人尽管吩咐就行 老夫人点点头 但也没有什么事好吩咐的 左右不过是在屋里坐着 最多到院子里走走 虽然没有人拦着他们外出 但是只要一想到府里有那个妖精 她就不想出门了 使这么一出 白赫然的本意是脱离开那个小院 不再被限制自由 现在自是目的达成了 且没想到还有新的发现 魏府的小妾居然是白金红 白金红怎么沦落到这个份上了 蓝城最近没有什么案子 公堂一天到晚都是闲着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蓝城百姓 为了配合知府大人宠爱美妾 从年前到年后 居然连个偷鸡摸狗的案子 都没有呈上来 就更别提有人击骨告状了 所以魏景彤也难得清闲 便整日在府里陪着白金红 几乎寸步不离 白金红对此很是厌烦 这一日白天闹腾 到了下赏便也安静下来 墨宇将小天哄睡了 老夫人又拉着她说了会儿话 说得倦了就也去睡了 墨宇在这院里住了间厢房 小天这会儿正睡在她的榻上 她也不得歇着 便带着白赫染冬天雪二人 坐在外间 三人窃窃私语 说的都是有关于白金红的事情 白赫染琢磨着找个什么理由 在府里走动走动 冬天雪提议 不如就说姑奶奶久未回家 回来一趟自然是要到处看看 咱们就陪着墨宇在这府里转一转 遇不着致富大人最好 万一遇着了 大不了就是被赶回来 我瞧着那位新夫人也不像是一定要将我们都关起来的意思啊 墨宇点点头 我也觉得这主意甚好 何况除了这个办法 咱们也实在是没有别的理由在府里溜达了 小姐您觉得呢 要是也觉得行 咱们这就出去 可是白赫染却摇了头 不妥 墨宇办的是魏家的姑奶奶 人家是在这府里长大的 在这里架出去的 对这里不说一草一木都熟悉 至少也是一个屋一个院都知道在哪 都知道是什么人住的 可是我们知道什么 乱走乱撞只会暴露出我们对这里不说 会惹人怀疑 他说着话也叹了气 魏府戒备森严 就连石殿下和剑影都不敢肆意走动 所以别指望有人能给我们送来魏府的路线图 这件事情还得再仔细珍重 大家好 我叫明灵 是这本书的主播 也是白珍珍 希望大家喜欢我二姐姐的同时也能喜欢我 快来留言告诉我吧 我刚才能使你 对钟 还是有颜色的主播 然后我们要靠近 你是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